Hello,大家好,我待会要去拍一个证件照的回职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身份证快到期的时候 我会接到这么多来自各行各业的电话 需要用到身份认证和识别的都发来提醒银行也打来电话 我本来想说能等多久是多久 现在就是真的是等不了一点 现在还是种种的,但是没有办法 I look younger in the photo 突然是八岁 然后接下来呢,我上一个小的这样一个精华 What happened? What happened? Nothing,I'm just...I hope you'll recover soon I would like to have my Shifa smile back You know you start giving me stress Every day,oh I want to get my Shifa back I got my Shifa back,get my Shifa back,get my Shifa back You're cute,don't need to be sorry I can tolerate you You're tolerant Cool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Wow Okay,let it soak in Let's pump some foundation A small pump of Armani As usual And the mixer 炒菜喽 既然上薄薄的一层 然后你需要在叠加的地方再用刷子去加 这样的话整个粉就不是会特别厚 这个地方很有遮到 就轻轻的叠加上去 Oh,it's pretty good So I do my face My face is matte now It's much better actually Contour 我用到了好几把不同的斜角刷 我用到的是这个三色修容 先用最深的这个颜色 用这个大的斜角刷 就在我下颗线这一大圈圈 把它慢慢压进去一点 这里我就要往下带 让它衔接得更加的丝滑一点 带一点带到脖子 压一下这个地方 它从视觉上看起来 它的这个转角轮廓要清晰一点 我就用这一个浅一点的这个灰色 还是用这个刷子压在这个凹陷的上方一点点 再用这个刷子压一下 让它不要那么的重 拿出来这一个稍微中型号一点的斜角刷 沾取比较深一点的纠绒的颜色 接下来就是要把我的眼窝的轮廓给找出来 然后呢我要加深一下 就是我眼尾这个眼凹这里的位置 拿出来这一个小一点的扇形 用一个哑光的高光去把这个地方提亮 然后我的眉毛中间这里的位置 还有扇根 都可以用它来进行一个提亮 这个步骤画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画眼影了 今天用一个大地盘 就是这个Urban Decay的这个Naked Street 拿一个扁的小刷子 先沾取一颗灰棕色 去压在我整一个眼尾 慢慢往上往外去压去带 今天这个眼头也要画好 中间的位置就用鱼粉带过 因为镇剑照它的那个光还挺强的 是那种硬光 而且是平的打过来 就把你的一些那种细节 基本上全部打没了 所以在它把这个东西吃掉之前 我们要更加的去加深它 这个就是整体的概念和核心 下边的眼影也很重要 拿一把非常非常细的这个小刷子 沾一个深咖啡色 直接描绘在下睫毛的根部 这个的阴影范围呢可以适当地画的大一点点 这样的话那个照片拍出来 它这个地方的对比才够 沾取很深的深灰色去点在睫毛的根部 然后由根部往上去进行一个晕染 在眼尾的时候呢稍微往上去晕染 扩展多那么一点点 就没有画一个非常实的眼线上去 没有剩下的鱼粉 压一下我们下眼瞼这个位置 打一个这种有一点点带偏暖棕的这个颜色 然后呢我们压在整个眼皮中间 刚刚没有这么填到深色的位置 让整个眼皮暖一点 眼睛就强调出来了 老样子夹个睫毛 刷了睫毛 贴了一副稍微不是那么夸张的假睫毛 我也把下睫毛也刷了一下 那现在五官上眼睛也就OK了 我们来画眉毛 在我原有眉毛的基础上去描绘 这种根根分明也是眉的感觉 前面往前延伸一下 把我两个眉矩稍微拉得近一点 把眉峰往后拉一点 用整个眉毛把整个眼睛的位置给框起来 然后在颧骨上方画一下 腮红额角这个地方的位置也来一点 在鼻头下面的位置来一点点 接下来呢就是定妆喷雾 快速筛一下 眼睫毛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选一个唇膏 我先用阿玛里的这个107打个底偏粉一点 就这样子就可以了 我会带这两个夹子去 以防万一他要我把他夹起来 如果不夹的话就可以这样子把耳朵露出来 这样拍 现在我的这个相机大家看出来是这个感觉 到时候去拍那个正面照 那个照片看出来是不一样的 相信我 因为光和相机镜头不一样 会影响到很多很多很多 优优出道 打扶过来